陈平仁辱苦读书 陈平是汉朝初年的著名政治家 他自有佳貧 为了学有所成闭门读书 但是他却有这样一位大嫂 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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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读书又不能当饭吃 我的鞋 大嫂 我下里帮哥哥干活去了 我的大少爷 您细皮嫩肉的可别再闪了呀 回头还得我伺候 大哥 我来吧 你不好好在家读书 来这干什么 在家实在没意思 我待不住 是不是你大嫂又欺负你了 不 不是 大哥 是我 是我 我以后再也不读书了 你只有好好读书 我们陈家才有出头之日啊 哎 哎 当家的 今天怎么了 一声不响呢 哎 陈平不想读书了 啊 啊 太好了 少了一个吃闲饭的 依我看咱们最好分家令过 就是分家令过 也要和你分家令过 你是不是又欺负陈平了 哎呀 我给他吃喝 就先把他当祖宗供起来了 我对我亲爹都没这么孝顺过 我们父母早丧 俗话说 长嫂若母 你要帮助陈平好好读书 只要他有了出息 我们苦日子才会到头的 哼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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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好 顺手把这一麻袋的豆子也给磨了 哼 我开 裹你吃裹你喝 你还幸灾乐祸 去 哎呦 疼死老娘了 大嫂子 大兄弟回来了吗 她带饭 中午就在地头上吃了 今年年经好多干活 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啊 哼 收得再多也填不满白吃白喝的嘴 大妹子 你吃了没有 吃什么 柴火太湿 生不着火 省一顿是一顿 吃了也是白吃 我刚刚砍了一些干柴 您拿去用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去砍柴 拿着吧 垫垫肚子 我不要 不要 这孩子 你们中午吃的什么呀 我给咱兄弟中午烙了一张大饼 还煮了两个鸡蛋呢 你瞧瞧 把咱兄弟感动得热泪盈眶的 怎么回事啊 这 大嫂 今天我媳妇是不是又欺负陈平了 这孩子什么也不肯跟我说呀 也没什么 就是大妹子这个人哪 心直口快的 你别放在心上 哦 嗯 我的竹简呢 大嫂 你怎么能用竹简烧火 这是我正在读的书 这个好使呀 不扎手火用 忘笔施柴火好用多了 娘 爹 儿子读不成书了 儿子对不起你们 哥 让爹娘放心 无论多苦 我也要让弟弟读书 大哥 我不回去 陈平 你就放心 回家可以 只要大嫂认错 求你就不要再罚他了 你走吧 从今以后我再娶你令驾 各不相干 吓唬谁呀 看 哎呀 当家的我不走 我被凶回了娘家 还有什么脸贱人哪 哼 啊 啊 我不活了 我一头撞死给你们看 啊 你们看着 我不活了 我撞死给你们看 哇大哥 那你去啊 哎呀 哎呀 我不活了 跳出在你家门前 给你什么的 哎呀 哎呀 当家的哥哥 我才也不敢嫌弃弟弟来 哎呀 当家的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大嫂持家过日子也不容易 都是我拖累了你们呀 啊 当家的 饶了我吧 哎呀 有人在家吗 啊 先生 您是 呃 我是慕名而来 这位就是小陈平吧 哦 正是在下 你的故事我都听说了 我来就是要收你做我的学生 怎么样 啊啊啊啊 太好了 哦那太好了 不过我们家贫出不起学费 这 哎 我是只收徒不收费 谢谢先生 从此后 大嫂再也没有欺负过陈平 陈平兰兄修嫂的故事 在当地传为美坛 为报答兄长厚恩 他更加发愤苦毒 长大后 他施展才华 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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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